Membus 上一次你介紹了兩個很特別的玩具 我知道你今天又有一個特別的玩具 也是玩具 因為介紹到上癮 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這次我也很期待 為了拍這個節目 你知道我公司小得很重要 把他抬高了 女人找了兩天 找了東西出來 找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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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拿出來 因為有些買回來是不合理的 是佛收藏佛看著他的樣貌 這次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上次講了Mattel的吉他 Mattel第一款出品的產品 1947年的吉他 這次是比較好奇的 1972年 1972年 他叫做Mattel P.E.School 未上學之前 他叫做Talking Pictures Talking Pictures 什麼意思呢 Picture有了 就是這隻 就是這樣 有畫面 他跟著這盒賣的時候 有六隻 其實這是唱片 這是唱片 這是唱片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和你提過 全世界現成最小的唱片 是兩吋 這隻兩吋半已經算是排第三 有機會我再跟你說第二那隻 為何會叫Talking Pictures 是 因為讓小朋友聽 這個電話 便會拆圓大的電 拆開後 進入電後 小朋友便會拿起電話 把電話放進去 是 拆開後 聽著電話的聲音 聲音便會在這裏 即這裏便會聽到聲音 其實是講故事 不是音樂 但每張碟 只會有一個故事 30秒 好 三門 三門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也沒有耐性 沒有耐性 後 小朋友便會自動按一顆 亦按到小朋友 這樣便會出電話 對 收回電話便會播放另一隻 小朋友便會玩玩玩 便會開始對聽書 聽故事便會有興趣 亦知道一些新科技 這是1972年出版 是的 但1972年已經是按制電話 如果是這樣算 即是當時已經出了按制電話 是的 當時我記得我們來講 都是抹 全部搞的 還是黑色 對 我想電話公司 即是給錢 電話公司租電話給你 都是只有那個款 只有那個款 我記得80年代 開始有很多按制 電話公司也有得被租 但這個人們先走了很多步 1972年出版已經出了按制電話 如果當時有那麼色彩 大家都要這個不要搞 對 好像是否另外一個版本 對 另外一個版本其實比這個 是 1965年 我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樣子 OK 這個是傳統電話 即是代表1965年沒有按制 70年代開始便有按制 按制電話 這個也是同樣是插 這隻碟在旁邊插進去 打橫推進去 用四吋碟 那時候出四吋碟 四吋碟 結果越出越細 好像要破自己的紀錄 OK 這個真的相當特別 對 那個盒子又漂亮 對 我訂回來後 很便宜 整套賣光 你想不想到這麼便宜 105元港幣 所以你有興趣去找這些音樂 其實是很多很多 對 想不到音樂之中 可以變成這麼多玩具 對 真的很好玩 所以如果自己有小孩子 拿些出來去玩 肯定那個親子關係做得很好 對 因為有音樂 好 下次再介紹另一種 好